我在中美加三国都单国 也都以知名的身份 做过手术堂路电影 今天我就以我自身的三段 在三个不同国家的经历 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三个国家的医疗体制的不同 他们的优缺点又是哪一些 首先是中国 它的优点就是方便快捷 你随时都可以去到医院去挂 你想要看的任何一科的专科医生的号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比较的显著 那就是医院压榨这些医生 因为他们临床实验都要两手抓 所以他们每一天的工作时间 可能就会有超过八个小时 那这样排下来 他们平均每一次给一个病人的时间 也就是五分钟 而用户的体验 也就相对而言就会比较的糟糕 就造成了这种医院关系的紧张 但是你想要获得比较好的这种服务的话 通常我们要去找所有人帮忙 回国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 那是我们医院就说 要我提前去住院 怕病床不够 当时我也想着我身体挺好的 然后又是二胎 投胎又是顺产的 都不是很想去住在医院里面 因为我一个人 然后家里面都是老人 所以最后就是找着熟人帮忙 就是在医院给挂了个病床 每天相当于是到医院去打卡的那种 知道后面需要紧急剖腹的时候 就会被我前面的一个产妇大初学 给吓到了 然后就让人帮我去找他们那个手术 基础最好的哪个主任来帮我做开刀 如果是这是在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呢 基本上是比较难做到的啦 就算了